在英国王室中,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什么又是为了保护而隐藏的事实?当一位王子在童年时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这是英国王室观察家们近日热议的一个话题,也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与他们的长子乔治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 根据英国禁报8月24日的报道,王室作家凯瑟琳·梅耶在其新书《查尔斯国王的心》中提到,威廉和凯特可能有一项他们的长子乔治隐瞒了他未来将继承王位的事实,这一举动无疑是在王室内部引起了轩人大波,并引发了公众对王室教育方式的广泛讨论。 对于乔治王子而言,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但作为未来的英国国王,乔治的童年注定不同于常人,在王室这个聚光灯下的家庭。 每一个选择都被无限放大,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未来,威廉和凯特的决定似乎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选择暂时让乔治生活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中,而不是过早地承受未来国王的沉重压力。 威廉王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许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童年记忆犹新,威廉在很小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而他的弟弟哈里则不会。 这种从小就被告知的事实,给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 威廉深知,当一个孩子早早地知道自己与他人的区别时,那种负担和压力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所以,乔治、夏洛特和路易斯三个孩子在威廉和凯特的心心教导下,正享受着他们童年的美好时光。 对于威廉和凯特而言,他们更希望三个孩子能够彼此相爱,建立起深厚的兄弟姐妹情义,而不是因为未来的责任而被迫分离,让乔治只知道自己是个王子,而不是未来的国王。 这样的安排不仅是为了乔治,也是为了夏洛特和路易斯,这样,三个孩子能够在一种更加平等的环境中成长,不会因为身份的悬殊而产生隔阂。 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当乔治最终承担起国王的责任时,他的弟弟妹妹能够更加理解并支持他。 威廉和凯特希望夏洛特公主能像安妮公主辅佐查尔斯国王那样,成为乔治的得力助手。 这种家庭关系的培养,无疑是威廉和凯特精心设计的一部分。 这一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在英国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威廉和凯特的做法是明智的,保护了乔治的童年纯真,也避免了早期压力对孩子心理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他们是否有意无意中隐瞒了乔治一个重要的事实,这样做是否真的对孩子的成长有利。 对于王室家庭来说,公众的期望和媒体的关注是一把双刃剑,威廉和凯特必须在保护孩子隐私与满足公众知情权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无论如何,他们的决定和做法无意为其他王室成员和普通家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值得深思,随着乔治逐渐长大。 这个隐藏的真相总有一天会被揭开,到那时,威廉和凯特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乔治对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 还有如何帮助他适应这一新的身份和角色,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智慧、耐心和深厚的亲情作为支撑。 从这个角度来看,威廉和凯特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乔治的童年,更是为了他的未来,这个决定背后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或许只有在未来的某一天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对于一个即将成为国王的孩子来说,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曾几何时,哈里王子与梅根·马克尔的王室童话故事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然而,现在,他们似乎正陷入自己编织的梦魇,阿奇和莉莉贝特,这对无辜的孩子成了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美式梦下最可悲的牺牲品,注定被孤立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中,错过了与英国亲人们的宝贵时光。 剑桥小王子、乔治、夏洛特公主和路易斯小王子,这几位英国王室的天之骄子,正快乐地在英伦乡村与亲人们共享他们的黄金童年时光,他们的生活画面犹如小妇人一般。 充满了乡村的质朴与亲情的温馨,皮帕米德尔顿,凯特王妃的妹妹,与丈夫詹姆斯玛修斯携少,将他们的孩子们紧紧融入到了这个温馨的家庭网络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阿奇和莉莉贝特。 他们的父母似乎对脱离王室的生活乐在其中,然而,这样的选择却让他们的孩子失去了与剑桥小王子和公主们建立起紧密亲情纽带的机会。 哈里和梅根的选择让人怀疑,他们的离开真的是为了追求自由,还是无意中把自己推入了一个孤立的困境。 当凯特·米德尔顿与母亲卡罗尔在自治街谷木花茶旁享受孩子们的欢笑时光时,哈里和梅根是不是感受到了那种无法挽回的失落,这个独立的决定,最终让阿奇和莉莉贝特成为了没有亲人陪伴的孤岛上的孩子。 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王室中的戏份,更是那些无价的,只属于家族的温情时刻,如果说哈里王子曾经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在一个更自由的环境中成长, 那么现在这个梦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噩梦,琵琶一家在英国乡村的生活是那样的平静而甜美,甚至让人觉得他们是在上演一部《唐顿庄园》的现代翻版。 哈里和梅根的孩子们却像是在一部低成本的好莱坞电影中迷失了方向,永远无法走出剧情的设定,回到真实的家庭中,这位专家还毫不客气地指出,阿奇和莉莉贝特可能根本没有见过他们的王室表兄弟姐妹们,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 更是一种被遗忘的情感隔阂,这对夫妻的所谓自由决定,实际上是为孩子们筑起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高墙。 剑桥的孩子们与琵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时,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在大洋彼岸,有两个从未谋面的表兄妹正在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而如今,这些回忆却成了他儿子无法触及的梦想,他们无法体验到英国的乡村生活,无法与亲人在一起,甚至无法真正理解自己与那些王室表兄妹的联系。 这种隔阂与疏远,不仅仅是因为哈里与梅根的远走高飞,更是他们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将自己和孩子们推向了情感的边缘。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近期梅根终于做出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决定,居然大发慈悲地给查尔斯国王送上了一根橄榄枝。 说起来,这根橄榄枝还真不简单,因为他看起来不仅能让查尔斯的精神振奋,还为他和两个几乎被遗忘的孙子孙女阿琪和莉莉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逢机会。 过去几年,查尔斯和他的孙辈之间几乎形同陌路,尤其是在哈里和梅根夫妇搬到加利福尼亚后,王室的大家庭变得更像是一场无休止的肥皂剧。 哈里和梅根不断在媒体前挑拨离间,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他们的悲惨故事上,可是这次梅根突然愿意让孩子们回英国见查尔斯,听起来仿佛是一件大好事,尤其是对那些对王室怀有一丝幻想的公众来说。 然而,这件事背后似乎有着更复杂的盘算,消息人士透露,梅根和哈里同意让孩子回英国的前提是必须有他们自己的住所和足够的安全措施, 这听起来像是皇室的一次赎身交易,查尔斯见到孙子的心情,外人难以揣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梅根的这一善举,估计是带着点精心策划的味道。 他难道真的是为了修复与王室的关系,还是说他只是为了给自己和孩子们讨一个更为舒适的安全环境? 不管怎样,这种看似温情的举动,实质上更像是一次权衡利弊后的高超表演。 有报道称,梅根表示他只有在有了他们自己的住所和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安全措施后,才准备回到英格兰。 这话说得似乎很大方,仿佛他才是那个对家庭关系无比重视的人。 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一贯的手法,给足自己台阶下,同时顺带给对方一个难以拒绝的机会,查尔斯对此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那两个久违的孙子,似乎他的这些年的痛苦等待终于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现在突然间,梅根愿意让步,真不知道是查尔斯的坚持感动了他,还是他终于意识到,继续远离王室对他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大好处。 别忘了,哈里和梅根最近可是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频繁曝光的背后似乎隐藏着对媒体关注的渴求。 那么这次的回归,究竟是出于真情实感,还是为了再搏一次头条? 当然,安全问题一直是个难以绕过的坎儿。 哈里和梅根夫妇的安全要求引发了无数争论,有人觉得他们要求过高,毕竟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也有人认为他们的担忧合理, 毕竟他们曾经身处的那个光环下,确实隐藏着不少危险,归根结底,这场家庭重逢似乎更像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妥协。 查尔斯希望修复家庭关系,而梅根和哈里则希望为孩子们争取更好的安全保障。 最终,可能唯一的受益者就是公众,他们将有机会看到一个久违的和谐家庭画面。 这或许是英国王室最需要的正面新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